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崩坏星穹铁道 2.75星泰香 乱破含金量提升 阿格莱亚星体系 崩坏星穹铁道 2.5星优化泰香 飞消Boss太帅了 所需突破材质曝光 崩铁SP庭源即将来临 乱破可路飞消队 阿格莱亚双属性 阿格莱亚的最新情报曝光后 引起了广泛关注 消陷人士极不可耐地 向各位专家分享这一信息 从图像上看 召唤物造成雷属性伤害 但其本体属性尚未确定 初步推测 该角色可能是一个输出型角色 此外 这些召唤物无法接受治疗 拥有固定速度 并能独立释放技能 尽管有一些专家认为 该角色可能具有双属性设定 但这一说法的可能性较低 对于有关该角色 会对金币市场造成何种冲击的猜测 我并不认同 总的来说 该角色被定位为输出型角色 这一点看起来还不错 然而 关于2.7SP亭云这一角色 许多先行者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他们认为 无论其他角色如何 只需提前准备好新穷就行了 毕竟 在亭云消失之后 大家一直在期待他何时会复活 现在 他以SP形态出现 强度自然不会太低 很可能仍然是一个辅助角色 这样一来 抽取他的意愿 就显得特别有价值 此外 大家期待星期日的强度 不会让人失望 植羹鸟的价值不断提升 而虚数铜鞋的设定 似乎在为虚构副本做准备 目前 星穷铁道的玩家们 都在期待2.5版本中 飞消的加入卡池 毕竟飞消提供的 星穷奖励非常丰厚 然而 根据一些专家的推测 后续卡池的奖励 也不会低到何种程度 眼下 人们关注的是 2.6版本中新出现的 五星角色 毛少女乱破的消息 据称 他可以加入飞消的队伍 然而 一些玩家根据出版技能的发布认为 毛少女乱破 可能更适合虚构叙事副本 毕竟 这时角色在虚构叙事副本中表现出色 这样人不禁怀疑 这一角色是否专为虚构副本而设计 最终的结论 还需等待一段时间 进行测试后才能确定 2.5版本前瞻已结束 崩铁这边很大仿 直接让飞消送了一千星穷 除了活动奖励外 还有其他的信息 之前已做部分整理 本期内容来做个补充 首先 飞消将军的动画短片 以及千星既游 即将在近期播出 也就是9月10日之前 预计在周四周五的时候 就可以见到了 在宣传途中 我们见到了小时候的飞消 旁边还有一位指导的师傅 他又不是和警员一样的刀字剧情吧 在2.5版本中 飞消试炼 周本将要开启 官方已放出部分资料 战斗画面真的非常帅气 不过要记住 敌对目标并不是飞消本身 而是影子 完成挑战后 玩家还可以获得新高阶材料 不过并不是飞消的升级材料哦 在2.5版本更新后 新增两款材料 分别是寿官之丁 以及一杯鸣鼎的的时代 需要玩家通过宁智虚影优球域 以及宁智虚影匹诺康尼大剧院获得 所需角色为莫泽和飞消 看来玩家不能趁着此次双倍提前囤了 最后再来看一条比较香的优化 在2.5版本更新后 新增部分战斗前难度选择功能 以及部分战斗失败后 重新选择难度的功能 面对强敌 开拓者可以在休闲模式 和普通模式中进行选择 对于新手玩家来说 此优化还是非常贴心的 毕竟在体系队还未成型 角色没有培养好之前 打部分boss真的太难了 这次优化很香 哪怕是老玩家 在今后的探险中 也可以轻松应对 不会因为某个boss要被卡惯了 风铁2.6版本中 将会登场的角色令人期待 乱破这一五星角色 让不少开拓者感到了一丝陌生感 空降角色都比较强 乱破也应该不会太差 加上目前技能中提到 适合追击队 就看后续测试符给出多少数值了 反正有大佬表示 乱破也没准就是新体系 正好飞消闲上 后续的售后角色 已经在紧张的布置中了 就等走出测试符了 之前提到的阿格莱亚 现在又引起了不少玩家的乐意 在2.6测试符中 看到了这一角色的身影 也就是粗略的能看到新机制 阿格莱亚开辟新的游戏机制 场地召唤物 可以独立施放技能 也可以被敌方攻击 这才是真召唤物应该有的样子 不知道这一机制 能让多少角色喝汤 然后就是黄泉复刻时间 让不少玩家都期待 但大佬说了 在今年不会用黄泉上线的安排 算了一下 时间在3.0版本中 复刻最为稳妥 现在就等一波大佬消息了 不过复刻自选池开启后 说不定2.7卡池有惊喜 然后确定下来的 就是2.7卡池安排 是两位新五星限定角色 SP庭源和星期日 SP庭源让人期待 据说尾巴也变多了 大招会变成九尾的样子 至于星期日只知小铜鞋 但铜鞋的含金量足以让人安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